让我又重新回到国家队 并且在这个比赛中哪里的冠军 那如果是不是很了解女足的教练来 那可能都不知道有我这个人 2022女足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后 冠军队伍中国女足也第一时间回到了国内 目前女足全队正在进行隔离 虽然全队隔离 但是女足依旧保持训练 是的 也没有听错 仅仅休息了一天 谁知道就带领女足全队进行力量训练 有出色的身体素质 才能跟对手拼到最后 这就是水之道的训练理念 除了训练外 民族全队也接受了央视专访 不管是哪一队员 他们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 都特别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水之道 没有水之道再次重用他们 也许女足不可能拿到亚洲杯冠军 要知道去年的奥运赛 像唐嘉丽 楼嘉慧这样的主力 可是被贾秀全放弃的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楼嘉慧一度觉得奥运赛落选后 自己再也无法进入国家队 谈到这个话题 楼嘉慧也哽咽了 之后说到感谢水之道环节 楼嘉慧更是失声痛哭 很多球迷看到这样的画面 也表示非常心疼 贾秀全确实毁了女足 但是水之道拯救了他们 在楼嘉慧最落魄的时候 他给了楼嘉慧重生的机会 让他重拾信心 除了楼嘉慧之外 决赛大棒一彩的张灵燕 也非常感谢水之道 没有水之道的挖掘 没有水之道顶着巨大阻力选择 张灵燕根本没机会在国家队发挥 用张灵燕自己的话说就是 不了解女足的教练 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 这一句话很明显 只输给贾秀全听的 只能说 水之道指教女足是女足队员之福 更是国家之福 向铿枪玫瑰致敬